大家好,这里是半夜讲电影,我是主持人紫霞。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部来自美国的励志剧情片《弱点》,该片于2009年在美国上映。 主人公麦克尔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非洲一男孩,他的父亲很早就抛弃了他们母子俩, 后来又因为母亲吸毒,他被美国政府强制送到领养家庭中,但他一直从领养家庭中逃跑。 尽管在我们中国抛弃领养的孩子是犯法的,但是在美国这并不犯法,法律允许领养家庭抛弃不听话的孩子。 因为朋友的父亲的推荐,麦克尔来到一家基督教学校中学习,在新的环境中他根本无法适应。 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恨人少年,麦克尔只能靠着自己摸索出来的方式,在残酷的街头生存,直到他在大街上偶然被陶西太太发现为止。 当陶西太太发现这个衣衫破旧的男孩是自己女儿的同班同学,尤其是看到麦克尔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仍然只是穿着短裤和T恤衫时,他突然动了侧隐之心,产生了想让他彻底摆脱寒冷的决心。 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陶西太太将已经等同于孤儿的麦克尔邀请到自己家过夜,而这也成了一个开始,如此善良的举动势必会引发一连串美好的结果。 尽管麦克尔和陶西一家来自于两个拥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的社会层面,却并不能阻止他慢慢地融入到温暖的家庭生活当中,最终成为了陶西家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在陶西太太的帮助下,麦克尔逐渐找到了自我,他开始慢慢接受自己新的身份。 尽管走进一个全新且陌生的环境里,麦克尔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些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挑战和需要克服的障碍,但是在陶西家所有的成员的帮助下,他的潜能也被完全地激发了出来。 虽然他磕磕零分,但是一些细节却让他显得与众不同。 在排球比赛后,他会主动给观众席上收拾垃圾,第一次在陶西太太家过夜时,第二天早晨他会默默地把沙发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离开。 不仅陶西太太的爱心和善良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同时陶西的儿子还帮助麦克尔训练,使他很快地融入了橄榄球队的生活,不断激发运动的潜能。 在学校的橄榄球队里,他是训练最刻苦的一个,加之自己得天独厚的身体条件,麦克尔渐渐成为了校队的主力左后卫,并被各个大学争相录取。 在2009年美国橄榄球职业联盟的选秀大会上,麦克尔被巴尔迪摩的一支队伍选中,成为了职业橄榄球员。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他的身边,坐着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的陶西一家。 麦克尔是不幸的,他从小被爸爸抛弃,之后又被母亲抛弃,智商低下的他只能孤苦伶仃的生活。 但麦克尔又是幸运的,他遇到了陶西太太一家,不仅给了他家庭般的温暖,而且还带他走上了人生的正途。 好了,今天的电影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